嗨 明朝的讀者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陈昊森 我是曾静华 今天我们要进行 华森CP之 你的约会地雷是什么 迟到 由于过迟到最久的 一个小时吧 那就现场翻脸是不是 没有啊 是我的地雷但是我会忍住这样子 请讲出陈昊森的三个优点 一 长得帅 二 幽默 三 细行 有中喔 中 中 如果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本届金马奖入围了两位演员 你觉得会是谁 哇 呃 我跟静华 那我跟那个 辛苦了 辛苦了 哪位男星跟你告白你愿意秒交往 比奥纳多吧 那你呢 请重现一个 曾净华 常有的表情或动作 我都OK 可以 请形容一下陈昊森的嘴唇触感 蛮厚实的 有时候会有点干燥 最好的同性朋友说他爱上你了 你会怎么回应 我想我可能还没准备好 如果王静 跟陈昊森同天约你 要付谁的约 不要约我 再去输我 好难喔 我会选都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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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请连续30秒不间断 称赞曾净华 30秒不间断 称赞曾净华 不能 我开始 净华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很帅 不管是眼睛鼻子嘴巴眉毛耳朵 全身都帅 不管是正面背面侧面 左侧右侧45度角 85度角 75度角都很帅 而且你又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人 不管在对戏剧或是对你任何角色 你都非常认真 每一次看你表演的时候 我都觉得非常的佩服 五体投地那种佩服 尤其你吃饭的时候 总是会先问我吃饱没 这一点非常贴心 我非常喜欢 哎 有没有 你觉得陈奥生 哪个身材部位最性感 我觉得你的脖子这边这段蛮漂亮的 包括他的喉结喉咙 整个看上去是蛮迷人的 我另外觉得他的鼻子也蛮性感的 就是蛮有个人特色的 看曾净华对戏 最让你动心的瞬间 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互看的瞬间 因为净华的眼睛很深邃 因为净华的眼睛很深邃 我一直很喜欢看净华演戏的眼睛 是因为我觉得他的 每一个地方都在演戏 所以我觉得就你跟他对看的时候 你的余光怎么看到他其他部位 也是有戏的那些动作 你即将前往无人岛 挑一个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演员同行 会选谁 坏的 是你 全我啊 对啊 这次一句说呢 就是我两个个性其实 他蛮多的 我觉得戴上他会比较好 恭喜我们完成 YES OK 各位观众 你们好 我是曾净华 我是陈奥森 在9月30号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即将上映 然后他是一部具有一个历史背景 就是戒严后的一部 充满爱的电影 希望在这个世界我们能用更多的爱 充满 要来看哦 记得来 耶